有计划更新护照出国旅游的朋友 得注意下来这些新闻 以免白跑一趟 从下个月1号开始 雪兰儿、佳颖、格拉纳在野 以及吉隆坡旺山马珠 共三个移民局分局 都不再接受上门更新护照的申请 内政部长拿斗斯里赛布丁 今天在布城出席活动后指出 所提及的三家移民厅分局 线上申请更新护照的比例 相对其他分行都来得高 所以率先落实这项措施 不过部长也说明 这三个分局还是会允许 60岁及以上的勒领人士 还有12岁及以下的孩童 以及他们的监护人上门更新护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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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